哈喽S11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黄子涛 真人秀节目丛林的法则会给你一个真实的他 节目中黄子涛将与吴奇隆 李亚鹏 小沈阳等几位娱乐圈老大哥 共同奔赴世界各地 面对即将到来的沙漠荒原 高山峻岭 亦或是无人孤岛 六岁头部缝了四十多针 二十二岁脚踝韧带撕裂的他早已做好准备 他最担心的只是在没有食物和吃虫子之间的抗衡与抉择 这些东西我已经很习惯了 就是受伤 乱七八糟 那些对我来说都不算什么 就是我最担心的 我可能会怕找不到吃 他不会比我吃的 我如果想吃的话 我会去找别的东西吃 我会去抓鱼 然后烤鱼吃 那实在是没有的 就是没有吃到这种 可能那么大的从事绝对会有 什么都没有也会有鱼 真人秀节目对于每个艺人来讲 既可以是吸粉翻身的好机会 又可以是让人遭黑 备受攻击的戾气 性格决定一切 在黄子涛看来也不意外 我觉得应该都有 那招黑的肯定也多 那喜欢的应该也肯定会有 我的性格来看 就是那种做自己 什么都无所谓 不会因为外界的因素而改变我自己的一种态度 不去 不会因为一个圈子的原因而改变自己 就是跟普通人一样 你虽然在别人眼里我是一个平均 但我任何时候都是一样的 路人转粉粉转黑 艺人们或许已经见怪不怪 网上上传的黄子涛表情包却让不少人对他黑转粉 这种特殊的情况如今也成了艺人宣发的一个现象级手段 对于网友自发的娱乐行为 黄子涛已然看淡 你们开心就好 我觉得挺好的 他们看那些东西看得比我粉丝都看得穿 而且找我的表情包 我觉得挺增加收视率 我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来搜一下这个节目 然后找 因为我是素养 所以我觉得你们应该会制造出很多很丑的表情包 1月5日 SM公司对黄子涛向中国法院提出诉讼获审 要求黄子涛赔偿预付金 得到胜诉 面对我们的采访 黄子涛首度给出了正面回应 那个其实跟他的最后胜诉应该没有什么关系 只是要给他钱不给账号 那我也没办法 然后他又这么来一首我也没办法 之前教的东西和带给我的一些东西 我会报到几个行李 但是我觉得 你问账号你不给我 那我觉得是他的问题 2015年是不折不扣的鲜肉原因 无论是大电影 演唱会还是真人秀 90后的男孩们占领了娱乐圈话题和关注度的半壁江山 鲜肉被媒体用的干呕 更也让观众听得耳朵齐俭 可谁又能找到更合适的词去形容和归纳 或许有些人本就不属于此 我觉得我不是小鲜肉 而且我很不明白 为什么别人要拿一个肉来形容一个人 我觉得这是很 我觉得很无语 你知道吗 小鲜肉我不喜欢 因为我是靠我自己一步一步走到几年 我也不会从来拿我自己的念念 别人在别人眼里看来22岁是一个很小的年人 但对我来说22岁真的不小 我要做比22岁同龄人做更多的事情 甚至超越那些30 40岁能做的东西 93年出生的黄子涛演艺之路已经走了四年 经历了艰苦训练 得到过团体荣誉 遭遇过分离风波 如今也收拾好心情 重新出发 在我身边或者是在我背后默默付出的工作人员 谢谢你们 然后还有我们海浪 谢谢你们 我们爱 爱奇艺月想品质